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常见常常见,我是常见 这个视频呢是关于如何为自己或者是baby起一个好听合适的英文名 这个视频里呢我不会罗列一些英文名给你选择 但是呢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方法 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英文名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OK,首先推荐两个网站啊 那这类的网站呢是国外的父母给新生的婴儿起名字的网站 那其实这类的网站有很多 但是这两个网站我个人认为是做的比较好 而且比较有特色的网站 第一个是thinkbabynames 第二个babynamespedia 第一个方法呢是音译法 音译法就是把我们中文的名字的发音 来找一个对应的英文里面名字的发音 把它们连接起来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叫张三 那三在英文里面有一个比较相近的名字叫做Sam 张三的英文名字就可以叫Sam张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英文名了 既好听又好记 然后也没有违和感 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 由于有些姓氏的汉语拼音的写法 在英文中是很难被拼读的 而且在普通话 粤语和闽南语之间 发音也不相同 那么我在这里给出了一些姓氏 其他的写法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使用哪些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女孩叫赵美丽 那么美丽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名字 在英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 在这里面输入汉语拼 美丽 这样我们发现没有对应的英文名字 因为美丽它不是英文的拼写 但是呢网站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比如说在女孩的名字里面 找到了一个读音非常接近的名字 麦里跟美丽就非常的接近了 其他的推荐还有C里和K里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好呢 那么可以去找 以美开头的英文名 或者是以丽结尾的名字 那么我觉得麦里就很好听了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标志 说明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详细介绍 这可以听读音 麦里 那么麦里是一个希腊语的 女孩的名字 因为在古希腊呢 也是欧洲一个政治和文化的一个中心 很多的英文名字是来自于希腊语 或者是希腊神话 下面有一些遍体 都是读音非常接近 但是在那各个语言里面的拼写方法 就是是一些遍体 然后下面还有推荐的很多 可以选择一下 麦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英文名字了 比如说赵美丽 他的英文名字叫麦里赵 就已经很好听了 OK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叫常见 那么见的话 J-I-A-N 直接就找到了一个英文名字 J-I-A-N J-A-N呢 见呢是一个希伯来语的男孩的名字 他的意思是上帝是仁慈的 他是John的遍体 见就是一个很好的英文名字 那我的中文名字叫常见 那我的英文名字叫常见 完美 但是呢 很多中文的名字是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相近读音的名字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浩宇 浩宇这个是一个男孩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浩宇 那浩宇是没有的 但是呢网站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可以查HA开头的 或者是以语结尾的名字 我们先看一下 HA开头的 那给了一些推荐 比如说 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数字啊 是在美国的一个名字的一个排行榜 我们可以看到 Harrison呢是排名115 这个Hank不错啊 拼写很简单 然后也很好记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那Hank是一个老的德国的名字 他的意思是一家之主 然后是Henry的一个变体 那么Henry和Hank都是不错的英文名 我们往下拉看一下 这里有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是Hank这个名字在美国的一个使用的情况 1940年左右啊就开始流行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被用的少了 在2000年左右呢 又开始流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表格呢是Hank的一些变体的使用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的这个就是Henry Henry一直都很流行啊 一直在上面啊 从1880年就开始流行 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很流行 绿色的这个是Henry 也是非常流行 但是最近有一点不再流行了 但是排名依然是很高的位置啊 我们看下面这个表格呢 是在各个国家的一个使用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这个是英格兰 英格兰很喜欢Henry这个名字啊 人家那个王子都叫Henry啊 Henry Harry他其实是变体读音差不多的 那么浩宇的英文名字可以叫Henry Henry都是不错的 再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女孩的名字叫伊诺啊 伊诺千金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孩的名字 伊诺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肯定也是没有的 这个不是英文的拼写啊 然后呢 根据线索 我们在女孩的名字里面找 以一开头的名字 找到了三个 这个好像还不错啊 Ianna Ianna他是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意思是阳光 很不错 是一个也是一个希腊语的一个名字啊 来源于 Helen Helen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女孩的名字啊 但是好像叫Helen的人有点多啊 所以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是选这个 Ianna 然后呢 如果还是不喜欢呢 下面就有一些变体 很多的推荐 其实这个Helen挺好听的啊 比如说 中文名字叫 冯伊诺 那么 英文名字叫 Helen 冯 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 呃 女孩叫杨颖 我们看一下 颖 颖呢 也没有对应的名字 但是呢 根据她的读音呢 很像一个 英文名字叫 Ain 我们点进去 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 希腊语的名字啊 然后呢 她的意思是 神的信使 名字来源于 Angelo Angelo 就是一个 很好的女孩的名字 但是呢 如果叫天使的话 好像这个名字 有一点点俗气啊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啊 那 Angelo就一个变体 就是Angela Angela就是 很好的一个女孩的名字了 那么 杨颖的英文名字 就可以叫Angela 杨 那 她的父亲呢 她的老公啊 就可以叫她Angela baby 这个名字也不错啊 第二种方法呢 是异议法 那么把我们中文名字的意思 去翻译成英文 再找一个 和她对应的 英文这个 一样意思的英文名 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啊 有一个女孩 她叫王刚蛋 哇 好婉约哟 王刚蛋这个名字啊 就是一听 就是一个非常温婉 可人的一个小女生 你怎么听出来 那么 刚的英文是Steel Steel 我们看一下 哎 Steel 有 但是她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啊 啊 在女孩的名字里面呢 我们找一下 以Ste开头的名字啊 哎 她有一些推荐 第一个是Stella 哎 Stella就不错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哎 Stella 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啊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介介绍啊 她就是有出处的啊 可以 她欲望号街车里面啊 有有这个名字 哎 Stella不错 那么 呃 王刚蛋的英文名字就可以叫Stella Wong 啊 这是非常好听 OK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男孩的名字叫宇航 那么宇航我们翻译成 呃 Space吧 那么肯定是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 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啊 太大了啊 没有两副无线手套 你都呃 承受不起这个名字啊 那 但是呢 她找到了四个跟Space相关的名字 那这个里面呢 是 都是有出处有典故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在唐诗或者宋词里面找一些字 然后放在名字里面吗 那么这个也是 她是一些推荐啊 推荐 但是呢 跟我们最初想要的有点远 我们再回来 看看有没有 哎 以这个SPA开头的名字 这个Spark不 呃 不错啊 Spark 呃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啊 感觉是 呃 一路火花带闪电啊 哎 我想到了一个名字啊 啊 翠花 翠花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比较呃 高端洋气的一个名字啊 那么 翠花 怎么翻译成英文呢 我们在 词典的网站 我们看一下翠花 有没有翻译啊 哎 我们看到有一种花啊 就叫翠雀啊 翠雀花鼠 那是一种花 一种花啊 哎 还真的有啊 然后我们回来 我们找一下 这个翠雀花鼠 当然肯定是没有人叫这 这种名字的 但是呢 哎 有两个名字 非常的 相像 我们看一下 哎 Dap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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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想像啊 就是一个翠花的 意义的 英文名字的 稍微一点的变体啊 那么翠花 比如说他叫 王翠花 那么他的 英文名字可以叫 呃 Daphne王 就是非常好听啊 非常 跟他的中国名字 非常相配啊 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哎 这个名字呢 哎 有 听起来有希腊的血统啊 而且 呃 有这个是海豚的 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 啊 还是一种花啊 叫 这是百灵鸟花啊 哎 跟跟跟他这个 这个名字非常美啊 第三种方法呢 是 在你喜欢的影视 或者温学作品里面 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啊 然后用他的名字的变体 来为我们起一个英文名字 呃 比如说前一阵子 有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美剧 叫权力的游戏 那这部剧非常非常火啊 其中有一个 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女主角 叫做丹娜瑞斯 那 比如说你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而你 而且你又 呃 向往一个跟他一样的人生啊 骑着龙满天飞 最后跟 爱 相爱的人 在王座之前啊 那么你就可以试试这个名字 我们看一下 很 哦 我们看到搜索到这是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啊 啊 这这介绍也也写了 它是一个美国美国的名字 然后在是在美剧里面啊 它是意思是龙之母啊 然后相关的呃标签是有 Queen 有Dragons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很有意思啊 它 它在这部剧播出之前 从来都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然后 它这部剧播出之后啊 然后急速上升 很多很多人 家长可以新出生的女孩叫这个名字啊 但是呢 如果你叫一样的名字啊 好像有一点奇怪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名字 最好是起一个它的变体 我们看一下变体 比如说 它的名字叫丹娜瑞斯 那么这些变体 比如说丹尼啊 Danny Candice Daphne Doris Dennis 都是不错的女孩的名字 然后呢 这部剧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受人喜爱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叫阿亚 阿亚 那这个名字呢 不是这部剧独创的 那么这是一个 在印度语里面的一个名字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角色呢 你也可以找一些它的变体 我们可以看到 阿亚这个名字啊 在野生赛啊 04年左右吧 开始飙升 一路飙升啊 而且现在这个非常非常受人喜欢 排名很高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变体 比如说 阿云 阿云亚 阿云亚 亚亚不是 亚亚是另一个人的名字了 总之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 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的话呢 也可以是尝试啊 起这些名字 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再来举两个男性的例子啊 比如说 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位NBA的球员叫Coby 那么你可以稍微变化一点 拼写可以这样拼写 不要跟人家一模一样 不太好啊 可以稍微起一些变体 比如说啊 Gabby Bobby 注意一下 这里边有一些名字是女孩的名字啊 比如说Ruby啊 Abby啊 OK 那再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叫Casablanca 那么中文翻译成北非电影 其中的男主角呢 叫Ric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的详细信息里面也写了 那么这个名字出现在Casablanca啊 然后他的来源是Eric 有很多种拼写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个图表 艾特图表有点意思啊 这部电影是1942年上映的 那么在这之前呢 几乎没有人起过这个名字啊 但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他的被使用量啊 急剧急剧的上升啊 然后慢慢慢慢的开始下降 我们向下方呢 有很多很多的变体 比如说Roy Rike Frake Nick 都可以啊 这只是一种方式啊 让你可以开阔思维 找到一些你自己喜欢的 适合你自己的英文名字 如果这三种方法还是不能让你选出一个你喜欢的名字的话呢 可以试一试这个网站是BabyNamespedia 它可以按照自摸表的顺序去浏览或者是国家文化圈的选择 然后名字的含义各种类型分类去选择 前100个受欢迎的男孩名或者女孩名来选择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呢 还是选择一个和你中国名字相 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或者是有来源 有出处的这样一个名字 不要去随便的选择 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内容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我点个喜欢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更多我精心制作的视频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